男人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愿意为你花钱 满足你的需求 那么一定是爱你的 对于男人来说 愿意为他花钱的 都是有感觉的 钱花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一直以来 我都很排斥谈钱 觉得谈钱伤感情 后来我才明白 好的婚姻 感情 一定要谈钱 不肯问你花钱的男人 他绝对不爱你 遇到这样的男人 趁早放弃 一个男人如果真喜欢你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希望你第一个找他 说明把他当自己人 一个爱你的男人会说 虽然我的钱不多 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让你过得开心一些 那一刻我明白 金钱虽然买不来爱情 但是可以衡量 他到底爱不爱你 我们每一个人 都对现实生活很排斥 活得都很感性 但是也要现实 很多东西的存在 就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内心 我们还是有温度的 女人在感情面前 有时候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还会计较钱吗 一个男性朋友对我说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要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钱 连钱都不愿意为你花 还谈什么爱你 对于女人来说 爱情是一切 钱无所谓 男人花女人的钱 女人是甘愿奉献 但作为女人 找一个让你安心托付的男人 是幸运 如果没有 那一定要有钱 不讲钱 才伤感情 你不跟男人计较钱 最终你也会失去爱情 连钱都不肯为你花的男人 不是真爱你 就会花在别人身上 你更是无话可说了 所以好的婚姻 感情一定要谈钱 感谢观看